要去成龙斯地前 老师就有给我们一些观念 还有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像是地层下限 海水倒灌 气候变迁等等 有用讲解的方式 和桌游的方式 上完了还是有点抽象 而且不相信我们的家乡 已经变成了那样 直到了那天 早上是解谜 题目和答案离不开那个议题 且看到了下限屋和高脚屋 真的不得相信已经陷入危机 需要去房子改善了 下午是采访住在这里的居民 访问中会越问越多 就会发现更多问题 像是垃圾乱丢 后鸟消失等等 他们也想改善 又却不知怎么做才是最好的 或是能力不够 我们的出现让他们拦起了希望 我们一起讨论如何做会比较好 还有这样做可不可以 想过可能会实现的方法 也想过不切实际的方法 但这都只是想 需要行动才有改变的可能 地层下限 所以我们的那个 退潮 退潮的 人家说 他退潮的时间可能需要更长 垃圾不过你这个政策 没有办法去执行到白个事 回到学校我们统整了全部 老师希望我们真的能有个行动 希望我们能找出一个房子的问题 且改善的方式 一开始老师是让我们用想象的 还发了多来爱梦卡的道具卡 希望我们不要局限于现实的想象 一开始我们都想不到 但是可以无限的想象就想到很多 再回到现实我们可以做的 我们选择问题是不要超抽地下水 改善方式是用水管去 然后水管上面 它刚刚会先挖一个洞 然后挖一个大壳 然后壳里面会积水 我们选择问题是不要超抽地下水 改善方式是用水桶接水在灌溉农田 还上网查了雨水可不可以灌溉农田 却发现用雨水是最好的方法 原本一切都很顺利 但是老师问我们一些问题后 却又不知怎么说了 你们要模型而已哦 洗管就好啊 洗管的话那只要拿宝特瓶就好啊 哎宝特瓶变成一圈一圈的啊 你懂吗 我宝特瓶前后切掉 它是就是一个圆 啊我就是接好几个宝特瓶 然后用胶带捆起来 不就是很大的 就够粗的啦 后来改了又改 有了个模样 一开始是要做个模型模拟一下而已 主任听到我们要做这个东西 就让我们直接坐在它的菜园 一开始我们觉得有点难 但是实作后就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了 而且还有厉害的工友帮我们一起做 很快就做完了 老天也很帮助我们 在完成后就下了一场大雨 所以它满了 马上去实测 很成功 成功的那瞬间我觉得可以帮上我的家乡 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感 但这一切都要感谢我的老师 没有它就没有今天的成果 好这是我们完成作品的第二天就下雨了 然后呢我们的第二天水桶就已经充满水了 很期待我们打完孔之后 它就可以浇花 在这次的活动中我们学到了什么叫做团队合作的精神 一件困难的事情你需要许多人来做 而不是一个人独立完成 大家一起互相帮助才可以完成今天的作品 上课时了解到气候变迁与能源危机 还有实际去行动后发现有下陷屋 垃圾乱丢等等的问题 另外老师也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气候变迁 让我们去成龙之地捡垃圾捡碳 从成龙之地的走图中 让我们看见了生活中超出地下水的问题 因此我们讨论出做一个收集水的工具 来降低地下水使用的频率 我们为了减少这地层下陷 也减少收集地下水 所以我们做了收集水器 回到学校后我们也做了集水器灌溉农田 要付房子超抽地下水后会地层下陷 赌装的时候很紧张 然后赌装完赌装完洞觉得很开心 然后刚好前几天下雨 所以我们赌装完洞就顺便放个水 然后那画面非常的震撼 作品做得很成功 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我们一起思考并解决问题的所在 本来一些没有进入状况的人 后来也慢慢的进入了状况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也谢谢各位同学跟老师的付出 口湖这边是一个地人下陷非常严重的地方 那地人下陷就显现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会超抽地下水 那超抽地下水就显现出原来淡水不足 那在这个部分呢 学生发现淡水不足的时候 他们就想说 可不可以有更多的可能 然后能有更多淡水可以使用 所以呢学生就思考发想 然后大家一起讨论 就想出了就是收集鱼水的这个方式 那收集鱼水呢 我们在刚好学校有个菜园 那学生就思考了如何收集鱼水来灌溉 我们的学校的有机菜园 于是呢从发想到制作 然后到他们后来实际行动 然后后来真的有一个原型 然后做出来实际的成品 那我觉得就是这个想法还不错 除了收集了淡水以外 也解决了一个人力的问题 因为他们用了这个收集鱼水的系统 还有灌溉系统 就是只要一个开关 就可以协助整个台一起浇灌 然后也可以使在浇灌取代 用这样的浇灌方式 取代过去用淹水的浇灌方式 就可以节省很多的水质源 那我希望就是学生透过这样的思考 然后合作 然后最后实际的行动 然后再回来做讨论 希望未来就是能有这样更多的机会 让学生有实际行动 然后实际发想的 一起来解决我们社区的问题 这边的原因是我们是有些人的 所以我们要来解决我们社区的问题 我们要 percoy 我来解决我们社区的问题 我们要解决我们社区的问题 感谢你 了解决心 对着我今天